今天如果說我們去將心比心 OK 沒有關係 可是牽扯到食安的話 我沒有辦法OK 因為什麼 很簡單 這不是只有我們現在在座的 這一代的問題 這攸關到我們下一代孩子們 他們的什麼 他們的食安 他們的健康 大家想想看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嚴重 對 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結果你現在告訴我說要將心比心 好啦 還有一個問題 開放萊豬之外 有可能開放核食嗎 我沒有說一定會開放 但是這真的可以打上一個問號 這個脈絡是一樣的 對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這位株式代表謝長廷 他剛反國 他回來 可是他有講他回來要幹嘛 核食是第一項 他有講他說福島的食品 因為日本很關心 所以我要來了解 我感覺他講那個話 有一點像是日方的代表 他一開始 玉琴你知道 他用詞叫東北的食物 東北 哪裡東北 我們東北在哪裡 宜蘭嗎 他用東北 因為他知道大家知道是福島 福島我跟大家講 因為不是所有人知道 福島就在日本的東北 日本東北很大 福島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講東北 大家可能比較不清楚 是這樣嗎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的謝代表 請問你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頭條開講要告訴大家 要解釋清楚 所以你講東北沒有用 一樣還是來自於日本的 可能還核食 今天你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旁邊那個記者 其實都在旁邊 有沒有覺得很低 其實謝長廷沒有很高 為什麼麥會這麼低 是要還雲巷 因為當時他就說 我當記者好了 他就說你們要先這樣做好 有個位置 就是要這樣子蹲下來 要叫你這樣子堵麥 我現在去謝長廷 所以他才說真的道歉 因為曾經有麥克風幾乎塞到鼻子 他鼻孔很大嗎 塞到鼻子 麥克風整塞 麥克風幾乎塞到鼻子的經驗 讓他有點怕 所以叫記者這樣子堵麥 這樣子堵麥 所以旁邊的人全部都是蹲下來 要求媒體蹲下來 他也因此道歉 對 所以你看 他一方面很顧著日本的面子 他說因為很多日本人 在挺我們台灣 所以如果說今天挺台灣的日本人 他們如果知道 我們沒有開放的話 可能會怎麼樣 會失望 會沒面子 所以那些日本人的面子 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他人 他們的面子就不重要 這些記者們通通都得蹲下來 採訪謝長廷 當然他事後有道歉 可是他解釋的理由就是這個 因為有麥克風曾經幾乎塞到我的鼻子 讓我有點怕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不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麥克風 有多小才能夠塞得到 塞到他的鼻子 但是回來他就是關心 所以你難道有可能是為了 開放何時在當說客嗎 大家好好想一想 真的有脈絡可循 靜平怎麼看 這個畫面讓我想到 我當記者的時候 也曾經有人讓我用這個麥克風 在他前面幾乎快跪下來 高跪姿的這樣子採訪他 可是至少人家是天后級的明星 是一個讓我看了賞心悅目的藝人 他也是天王級代表了 天王級代表 從他的說法 鼻孔都可以塞麥克風的 我還賞心悅目 我都快要吐了 看小富我還不如看漫畫 所以至少以前採訪藝人 天后級的明星 這樣子在他前面蹲著他 是不想擋到他的鏡頭 那麼漂亮的一個倩影對不對 看起來賞心悅目 又可以這麼近距離這樣子 感覺有一親方者那種想像 小富就不用想了吧 戴個口罩 還說麥克風會堵到他的鼻子這樣子 這種從日本回來 我跟你講他只差三個字 是台灣 像中文名字是台灣人 其實他從裡到外 我都覺得像一個日本人 不管是舉手投足 還有整個姿勢動作 或是講從日本回來的用語這些 他不回來還好 我都會忘了他的存在 最好這個直接在日本生活 直接在那邊 就不要再什麼反國素質了 我覺得他反國素質 感覺好像是天皇派來台灣的總督 來視察那種感覺 然後又回到那種以前日本那種 殖民統治的時代 當時看他這種講話 對 我要奉勸他 吃筋弄破碗 然後做什麼事情 不要熱臉貼人家冷屁股 這也呼應了剛剛來賓在談到的 那個萊豬的事情 所謂我們台灣是一個 外貿型的國家 海島的一個經濟 都要靠世界各個國家區 跟我們互相通商通行 然後做這樣的一個對外貿易 我們經貿往來的出口很重要 我承認沒錯 但是我看到這個現象 我就會想到 為什麼我說熱臉貼人家冷屁股 我先說美國萊豬 第一個萊特海哲 他是川普的重要的經濟智囊 他足夠代表川普 他是跟中共的北京當局 代表習近平的劉鶴 是主談的互相代表 萊特海哲之前就被記者問到 他不會願意跟台北 就是我們台灣 展開貿易的談判 加入什麼 萊特海哲講得很清楚了 不會想要 因為他很害怕今年1月15號 跟中國簽了美中的 他一個貿易的協議 有些會產生變卦 或許會怎麼樣 他寧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要節外生枝 所以他講得很清楚 他從裡到外 從國務院在白宮 他都表明了 不會跟台灣有什麼談判 或者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第一個萊特海 就發出一個很大的經濟 當時國內媒體都有報導 中共時報也報導很多 但是沒有人有興趣去聽 尤其是民進黨 第二個 當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高嘉瑜 高嘉瑜在立法院 直接質詢曾厚仁外交部次長說 這個是不是我們自己主動提出來 一廂情願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外交部次長曾厚仁就直接 似乎老實數全開 這樣直接就告訴大家 對 我們是自己提出來的 每方面有要求 這說明了什麼 就是我們一廂情願 還有什麼 就我剛剛說了 熱臉貼人家冷屁股 人家也沒提 第三個就是 現在拜登準備上台了 一二十號交接 剩下一個月 他已經說了 不會跟任何國家 再簽進什麼這樣協議 他當務之急是重返 美國在世界的 他的一個原來的角色定位 回到國際體系沒錯 他不會想再去另開闢新的戰場 而且在跟各個國家 比如說跟台灣談什麼 FTA BTA也好 都是曠日費時 我跟你講過去歐巴馬時代 到川普時代 都沒有談成沒有進展的事情 你相信用拜登的四年 他可以完成嗎 我不相信 拜登已經70幾歲 他知道他自己垂垂牢語 沒有耐心再去等這個事情 而且孰眾孰心 在美國的國家利益方面 他自然會去取捨平衡 所以這又是一個熱臉貼人家冷屁股 人家準總統都講話了 你還是不相信 還在沈浸上 我們一定要這個 拿掉這些國際貿易障礙 我們才能跟美國談 問題是你還沒談 還沒上桌先輸了一半 你就開始脫褲子 這不是很好笑嗎 再來日本這個 謝堂林何嘗不是拿熱臉 貼人家冷屁股 雖然日本也是希望能夠開放 沒錯 但是日本看到美國 因為萊豬這個事件 台灣已經陷入一片僵局 日本人自己都說 能夠不要現在提 就不要現在提 延後到明年3月以後再說 日本人很聰明 這個叫做 果然是受到日本漢化的 受到中國漢化的影響的日本 從中國的唐朝到現在 日本人是一個禮儀之邦 他做事情都講過步驟跟順序了 他寧可明年3月以後 然後再來慢慢看狀況 再來能不能談 所以行政院裡面 有不具名的官員就開始放話 現在先全力在萊豬 不要去談這個核輻社食物 所以你可以想見 為什麼謝堂林回來 還見不到蘇貞昌 人家會想說 他見的應該是總統 總統主管國防外交 沒錯 但是蘇貞昌好歹跟謝堂林 曾經2008年搭配 大選競選搭檔過 你們兩個應該很熟 很麻糬 不合 對不對 我知道不合 所以我故意讓他們 你要不要跟蘇貞昌去談一下 把核輻社 核輻社的食物 可能污染了這個 核輻島市這幾個縣市 把它拉進來一起談 蘇貞昌一定給他洗臉 你沒事來亂幹嘛 我這一定很忙 所以你是來幫到忙嗎 所以我覺得謝堂林 如果你想要表功 你想要作秀 你想要爭功 圍過 圍過他是很厲害的 很會推卸整理把手 我們都看得好 你想要爭功 你這個時候你想要跟蘇貞昌爭 你有沒有搞錯 這個時候舞台是蘇貞昌 跟陳吉仲和陳時中 大家已經很亂了 焦頭爛 每個人比一個一個還亮 還發油發亮 你現場 你去看你兒童有沒有蘇貞昌亮 你還在那邊想要蹭一下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些官員不只是搞不清楚 現在的氛圍 而且不知道重點 現在應該畫在哪裡 然後同時間 他們又想要特別的去爭功 拚命的把這個熱臉 我們台灣的這個熱臉 去貼人家美國官方 日本官方 人家不見得是這樣想 所以我才說一廂情願 也該有個限度 尤其是到了這樣 你玩笑最後開大了 你會什麼都沒得 所以我最後呼應起來說 昨天在修過了 農委會的條例說 國內禁用 允許國外使用 光是這一點 我如果是農家 我如果是農民 我如果是進口商 我怎麼樣 我都要在國內去 請求大法官釋憲 或是打官司 這個是一種 自己對國內的一個 貿易不平等的原則 這是一個歧視 這是一個為什麼 你既然允許國外的牛豬 都可以使用萊劑 表示說萊劑 它是健康食品 你才開放 否則你說萊豬不等於毒豬 難道萊豬就是健康豬 好 那你就開放 國內一體適用 這點我要強調 要保護國內的農民 跟國內的這個 我們的自己的廠商 和國人的食品安全健康 但是你有沒有站在 同一個立足點 而是說 當討好國外的人的時候 討好外國人 把樂嶺貼到人家身上的時候 貼到人家的屁股身上的時候 結果自己是這樣做 然後限制國內的人 這是非常糟糕 是 民進黨要開放萊豬的時候 最經典就是說 時空環境不一樣了 有變了 現在是不是何時也是時空環境 也變了呢 尤其怎麼樣 我們看到王美花 他在乎的是 美國人要將心比心 謝長廷關心的是 日本人的面子問題 我們台灣人的面子 或台灣人的健康呢 尤其何時是不是要進來 現在蘇院長告訴你 我們要處理食安的問題 都依照什麼 科學證據 國際標準 這跟萊豬是不是很像 王美花經濟部長說 目前沒有討論 重點是目前沒有討論 代表未來可能要討論了嗎 還有包括秋豆 我們都知道 之前展現6萬人反萊豬 現在還有何時也快要進來 所以他們揚言 跨年夜還有三個很大的行動 要跟在野黨一起合作 委員 你怎麼看 這個 我在想說有關於萊豬進來 因為已經炒了好幾個月 我覺得這個東西跟我們新聞自由 被剝奪有一點關係 我來跟大家講為什麼 因為昨天我就在經濟委員會 因為我也是聯席的委員會之一 我跟大家回顧一下 昨天那個狀態現場 還原一下現場 因為在立法院裡面 聯席會議的狀態 其實各委員會 還各自在開會 所以事實上 昨天有五個委員會聯席的時候 包括外交 包括未還 包括經濟 包括教文 然後還包括財政 那麼這麼多委員會 在聯席的時候 所以各委員是要跑 各委員會的 只有在重要表決 或你要發言的時候 大家趕快回來 這個聯席委員會 那麼昨天的情況 9點1開會的時候 那麼就開始 幾分鐘就開始吵了 我來跟大家講一個情況 情況是什麼 其實昨天 在這個聯席會議之前 其實是有共識的 就是昨天本來就是要讓 這個四個案 跟27個附帶決議 是要出委員會的 可是我們在野黨 我們講說 好 既然要出委員會 我們至少要把握每一分的時間 把所有的問題問清楚 結果是執政黨 他們我就不知道在怕什麼 已經有一個共識說 昨天要出委員會 可是他們不願意讓我們問問題 然後我們要問問題 他們也不願意讓行政官員 回答問題 這個很怪吧 都到了 可是他不會讓他們回答 很奇怪的 所以是嗎 會插話進來 我覺得他們其實是因為 這段時間的時候 可能因為他們自己 覺得他們站不住腳 所以事實上是 大家怎麼問 都可以抓到他們的把柄 就可以像剛剛玉琴提到說 這邊就這個 對 就像比方說那個 受漏金的國內不能用 國外可以給那個豬吃 可是國內不能夠用 這個裡面其實有很多 矛盾的地方 可是他們回答不出來 所以乾脆就不讓回答了 所以我要講的狀態是 我剛剛為什麼一開始講說 現在中天在NCC這邊被霸凌 然後不給換照 等於是要剝奪老百姓的 言論的自由 然後新聞的自由 對中天講的是新聞的自由 所以老百姓也是新聞的自由 都被剝奪對不對 他昨天這個動作 等於在剝奪我們委員 在為民喉舌 在幫民眾問問題 在質詢問題的一個權利跟責任 委員其實還有 同樣也是 他們也是多數暴力 對 7比0 你們也是 你們人頭就是比不過 就比不過 就是多數暴力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他昨天的情況其實很荒唐的 因為本來 其實你讓我們問完 我們問完之後 你們回答完 就會出委員會 因為怎麼樣子 你們人都比我們多 就是硬要在不到一個小時 那個很多媒體講說 是9點鐘到 比方說10點16分結束 事實上他不讓我們發言的時候 從9點鐘 就沒有開始讓我們發言 就開始吵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執政黨到底在怕什麼 一個萊克多班 租入進來的政策 把整個執政黨打得荒腔走板 然後就是也不敢對話 所以剛剛在講說 蘇貞昌說願意要什麼對話 然後科學證據 完全是假的 萊豬現在狀態是 連跟我們在野黨對話 都不願意 完全用暴力 就直接把他給碾壓掉了 所以昨天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看到的狀態是 執政黨 他連讓在野黨的委員 為名喉舌 都不願意 你看這是多可怕的事情 執政黨非常非常的阿拔 非常非常的傲慢 所謂的民意 在他們眼中 根本不是事情 只要能夠討好川普 能夠讓日本友好台灣的人 覺得面子掛得住 什麼都可以 然後台灣人的健康 就踩在腳底下 他們現在講的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都是推託之詞 他們其實就只是想要去 討好別人 然後出賣台灣人的健康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的糟糕 對 今天我們回來 我再補一個 因為今天有一個後續 就是我們在政黨協商 政黨協商 今天政黨協商的時候 我們很多委員 因為昨天都沒有發言 我們想到政黨協商的現場去發言 結果後來很快 因為老柯 然後包括院長他們 其實就很快在指責 在野黨如何如何 可是我只是想講說 按照以前的慣例 像讓在野黨發言完整 是一個很基本上的 當然 對 他們現在連這樣子都不願意 所以今天在場的時候 楊軒委員在講的時候 老柯就吐他 然後後來就吵起來了 所以很快的政黨協商 也沒有通過 也沒有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就希望 在主張的狀態是 昨天的委員會根本是 無效的 要重新再來開一次 那接下來就看 明天的委員會情況怎麼走 那可能嗎 記得就前不久 那時候行政黨蘇貞昌 要做報告之前 國事論壇沒 取消就取消 對 取消就取消 然後現在這一分鐘 可以送出到委員會 可是我覺得委員 國民黨團還是要做 類似蘇貞昌的梗圖 在網路上去反僵他們一群 而且也是要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之前國民黨 要在議場做這個議事杯葛 所以否則國安人都不知道 他們是用這種 壓霸的行為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其實只是要對話 他們都不願意 所以我剛剛看到說什麼 蘇貞昌說核實這個問題 也是用科學數據 然後好好的去溝通對話 我覺得都是假的 因為萊豬這個問題 我們連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想要去做一個好的詢答 做一個好的發言都不行 對啊 一開始的時候你們杯葛 他就說做梗圖 說你們浪費公堂 一天唱歌唱好唱滿 960萬 然後要好好問你問題的時候 就用這樣突襲的方式 chili 2 3 2 3 1 2 1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